大半夜男孩只是想上个厕所 转身的功夫差点被吓死在当场 一男一女整齐地被吊死在房梁上 杰衣健壮急忙喊来商场的精灵 但想要查明他们的身份 首先要将尸体放下 也就在杰衣割断绳子的瞬间 轰的一声差点没将几个人的魂给吓出来 缓了好半天几人才赶上前查看 在女人的脖子上发现了一块士兵的名牌 而且还是美国造 男人的身上同样有着一款 见到这一幕经理疑惑万分 心想他们如此偏远的小镇 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美国大名 而且死得还这么的蹊跷 之后就叫上杰衣和保安两人 将尸体推进了大厅 如此重大的事情 他也不敢隐瞒其他幸存者 为了防止尸体腐烂后滋生细菌 经理只好提议将他们装进冰柜篮藏起来 等大物消散后再交给警方处理 听到这句话后 人群中一个男孩陷入了恐慌 幸好被眼尖的保安当场发现 几人合力才将其控制 果然在他的脖子上也发现了同样的亏捞 经理大声质问起他们来这里做什么 迷雾和他们到底有没有关系 男孩急忙解释说 他只不过是军队里一个开车的 至于迷雾和军方有没有关系 他也不清楚 可令经理怎么也没有想到 尸体刚放进冰箱不久 就被两个混小子给偷了出来 为了搞清楚迷雾中怪物长啥样 打算拿着两个尸体当诱 竟然直接将尸体装进购物车推出了商场 为了防止怪物的攻击 在里面将大门繁琐仔细观察 可一直等到晚上 连怪物的影子也没看见 卷毛猜测也许外面根本就没有怪物 又或许尸体在冰箱里 动了太久没有的味道吸引不来怪物 也就在他们打算放弃的时候 还是被发现 眼看着队友的尸体被丢在外面 男孩的肺都快气冒烟了 转身就和他们扭打在了一起 幸好保安及时出现将其人拉开 经理得知情况后 大骂他们的行为太幼稚 没有点规矩说不定还会出大乱子 接着就将众人聚集在了一起 提议通过民主的投票定下一期规则 为的就是防止有人在动起什么妖蛾子 那就是在出现刚才类似的情况 罪魁祸首将被赶出商场 这样做无疑就是谋杀 但也有人表示是自卫 此时的衣服等人不想跟他们搅合在一起 收拾好行李就准备离开 逆时就是告诉经理规矩 是他们定的但别干受 经理见状也无可奈何 可令经理没想到的是 刚定下的规矩卷毛两人就当成了耳旁风 也许因为困在商场久了有点近 打算玩个钓鱼游戏 操起一把鱼枪对准了外面的尸体